有民眾說在台東國鐵站附近 這個國鐵路里段 發現一隻酒後黃農氏 因為這是台東的歐里頭一次發現 說有酒後黃農氏的這個事情 專家認為說應該是在這個 這家的這個華東最關鍵的訪問 這隻酒後比民眾發現的時候 已經沒有死命真相 頭部還有大片的火車 藝術受到洛杉 所在就在台東國鐵站旁邊的國鐵路 一段 附近的民眾表示 酒邊都是高通有多 這裡是老闆廚 聽到酒後出貨是在真相機 報警人員出貨不發端 這隻是新年的工程鐵 鐵桿大約在五公斤 因為這是頭一處 在台東歐里發現有酒後味露燒 但這次農業局在這裡有尚高檢驗 也會跟相關黨委願意倒入改善 會在後續 請專家學者以及相關的專業團體 進行調查以及研究 以確認該處是否為死府的熱點 你專家表示 這家酒後的藝術是在找 這家的過程當中 剛才有以外新聞 日以外的出現 現是白鷗的酒瓶 因為環境和市地的改善 已經有很穩定的酒後作軍 應該要繼續透過優先環境和交通的風險 讓市地可以繼續改善 專家表示 白鷗的鴻花對著酒後來說 已經是常常在使用的心態當中 將是沒有建立黨部統統的必要性 但是作軍繼續更大 有可能還在三星作軍活躍 保護市地的減少人的感受 是沒有真正重要的作法 記者 台中中學報道